第二的三题在各三根也二个三根的平衡反应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老师上课的时候强调过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的时候是正反应速率等于逆反应速率 所以选项B说达平衡时正反应速率小于逆反应速率是错的 同时老师上课也强调过当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的时候 他们会有某一种关系但这关系绝对不是某一个东西的浓度比上另外一个东西的浓度会有固定的几比几 或者是墨尔数会固定的几比几 所以选项A说达平衡的时候各三根的墨尔浓度等于二各三根的墨尔浓度是错的 选项C说达到平衡的时候各三根的浓度比上二各三根的浓度是2比1这都是错的 老师上课强调过了写出这种关系都是错的 所以只有选项珠是对的 因为达到平衡的时候在聚观上面已经不发生改变了 因为我们的正反应速率等于逆反应速率 所以聚观上没有变化 选项珠说达到平衡时颜色不再变化是对的 第23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达平衡后颜色不再变化 第23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说下列叙迦岩色不再变化